霓虹灯下的城市流光溢彩,一个繁华的夜场在一片灯火辉煌中拉开了帷幕,人流如潮,音乐震撼,这个夜场充满着纸醉金迷的气息,在这个璀璨的世界里,我独自一人的身影穿梭在人群中,虽然面容清秀,却难掩我内心的疲惫和茫然,已经去了好几个房间,都没有被客人选中,马上就要第五个了,我进去之后,看见一个大哥,大哥名号张哥,一身名牌,气度不凡,然而他的眼神却让我感到不安, 张哥看着我的眼神深邃,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,他点名让我留下来,但张哥却突然发话,让我一口气喝掉三瓶酒,我心里咯噔一下,脸色一变,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看来今天运气不好,遇上了难缠的客人,三瓶酒不仅会让我大醉,甚至可能让我在夜场出丑,然而,面对咄咄逼人的张哥,我只能默默承受,我强忍着心中恐惧,一口气喝下了三瓶酒,我的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,酒精在体内翻涌, 让我感到一阵阵的眩晕,我跌跌撞撞的去卫生间呕吐,然后又接着回去服务客人,这一天在痛苦又漫长的过程中结束了,我走在回家的路上,微风吹拂,给人一种宜人的感受,空气中弥漫着夏日温暖的气息,仿佛被阳光温暖了一整天的大地,正在释放出,它积累了一天的热量,以清凉的温度与人们相遇,让人心情舒畅,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,我不想再被夜场的生活所束缚,可我又该何去何从,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欲望的世界里,我能否找到自己的方向,但不知什么情况,经历过第一次的刁难之后,张哥开始关注我,他开始在夜场中保护我,让我不再受到其他人的欺负,然而,张哥的行为也让我感到困惑,他到底是为了什么,难道他真的对我产生了感情? 在张哥的帮助下,我逐渐适应了夜场的生活,然而,我的内心却愈发挣扎,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张哥,这个在夜场中看似无所不能的大哥,有一天,张哥又来了,九过三旬,他竟然提出让我去他那里工作,并且开出了优越的条件,虽然他的邀请很诱人,但我礼貌地笑了笑,还是拒绝了,这是因为我在这里上班的日子,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八卦之旅,不论你是什么职位,从服务员到经理,亦或是顾客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分享,在这里,八卦消息就像病毒一样,快速地传播着,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闲聊,第二天就会变成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,一个简单的谣言,很快就能传遍整个夜场,有时候,这些故事让人捧腹大笑,有时候则让人感到心痛,但无论如何,每个人都会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故事,然后添油加醋地分享给其他人,在这个环境中,你无有无法确定, 也是那些真相,其实虚实虚实虚广,这就是夜场的魅力所在,才让你不断的猜测,探索和发现,在这里,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八卦的主角,而每个人也都可能是下一个传播者,而我就是因此听说了很多关于张哥的事情,听闻他品行不太好,经常依仗着自己有点势力,就欺软怕硬,我是不相信这样的人的人体的, 所以我不想成为他的棋子,我非常不想冒险去与他共事,共事的结果可能会让我失望,而且我也不想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,我不想与这样的人有任何联系,而且我更看重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,因此我选择了拒绝,张哥的事情,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外表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在品质,尽管他的外表华丽,但他的行为却让我感到十分不愉快,这也让我更加明白了,在与他人交往时, 不能只看重外表,更应该注重内在的修养和素质,后来听说张哥的生意被人举报了,影响很大,轰动一时,在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他来夜场了,这件事情就翻篇了,我继续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名利场里挣扎,这天来了一群比较特殊的客人,他们是一群美女,听说正在上研究生,他们的打扮简洁大方,一股清纯气息扑面,而我穿着一件性感的黑色连衣裙,脚踩高跟鞋,头发被精心地梳理成一头波浪状的发型,整个人都不太好, 整个人显得纪舞没有神秘,与他们的装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这让我有些不自在,可让我十分意外的是,他们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敌意和惊视,而是像对待姐妹一样的温柔,对于我说的话,他们都友善地回应,并向我询问酒水的问题,我很耐心地给他们推荐了几款鸡尾酒,并告诉他们一些夜场的优惠活动,女客人对我非常信任,向我表示感谢,接着,我们开始像小姐妹一样嘻嘻打闹,我们一边喝着鸡尾酒,一边跳舞,唱歌,玩着桃子, 女客人A出了一个点数,其他女孩子便欢呼雀跃,要求她接受小惩罚,于是,女客人A被迫在众人的围观下表演了一段舞蹈,逗得大家捧腹大笑,女客人B也不甘示弱,出了一个六点数,其他女孩子欢呼雀跃,要求她接受小惩罚,女客人B选择了亲吻一位女孩子的守备,这让我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亲密和友好,接着,女客人C出了一个点数,其他女孩子便要求她接受小惩罚,在众人的围观下,女客人C出了一个点数,其他女孩子便要求她接受小惩罚,在� C表演了一段舞蹈,虽然她的舞技不如女客人A,但她的自信和勇气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赞扬,我也被她们的欢声笑语所感染,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美好时光,我想起了那些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快乐时光的朋友和同学,想起了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,我觉得这些女客人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,希望她们能够尽情享受这美好的夜晚,随着时间的推移, 这群女孩子逐渐醉醺醺的,我们的游戏也变得更加随意和亲密,我们互相搀扶着对方,一边嘻嘻打闹,一边聊天谈心,虽然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,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,但在这个夜场里,她们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,我也加入了她们的游戏中,和她们一起跳舞,喝酒,嘻嘻打闹,我感受到了这些女孩子的真诚和友善,也收获了她们的信任和友谊,虽然我们的相遇只是短暂的,但这段经历将会成为我们随层的随层, 夜场里人和来来往往,但这些女孩子的友谊却像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们的心灵,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,在夜场里工作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,我可以与不同的人交流互动,结交真正的朋友,这群女孩子的友谊也成为了我在夜场工作中最珍贵的收获之一,这个夜场位于繁华的城市中心,每到夜晚,灯红酒绿的景象吸引着无数循环作乐的人们,又是一天晚上,在我喝得不省人事的时候,从卫生间出来撞上了一位先生, 我说了声抱歉,抬头一看竟然是我的老乡,这让我的心情瞬间好转,我们聊得很愉快,她非常照顾我,夸我很漂亮,一直鼓励我,在聊天的过程中,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,包括我们的生活,工作,兴起等等,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细心和善良的人,她总是能够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,并及时给予我安慰和支持,她的话语让我感到温暖和感动,我真的很感激有这样一个人在我的生活中,随后,我们一起玩游戏,她非常感激。 非常照顾我的感受,总是帮我完成任务,并给我小费,她的行为让我感到很尊重,也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。 我发现,原来我们这个行业的存在,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和舒适。在游戏中,我们互相配合,共同完成任务,她的操作非常熟练,让我感到很惊讶。 我不禁问她,你是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吗?她微笑着回答,是啊,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游戏。 她的回答让我很佩服,也让我更加喜欢她。游戏结束后,她走过来对我说,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,我很开心能和你一起玩。 她的夸奖让我感到很开心,也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更加自信。 后来老乡因为工作调动要离开这座城市,对我来说,这就像是一束照亮黑暗的希望之光,瞬间熄灭。 我难过的情绪在心中蔓延,眼看着她离去的日子越来越近,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。 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难忘的时光,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色彩和欢乐。 她的离开,不仅意味着我将失去一个老乡,更意味着我将要独自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,和一份我并不喜欢的工作。 在老乡离开的前一天,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小餐馆,边吃边聊,直到深夜,她告诉我,她要去一个更大的城市,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。 我默默地听着,心中既为她感到高兴,又为自己感到悲伤,她鼓励我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,我要被现状所束缚,我感受到了她真诚的关心和鼓励,但同时也意识到,她即将离开,让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孤独。 送别老乡的那天,天空阴沉沉地,好像随时会下起雨来,我们在车站告别,她拍着我的肩膀,再次鼓励我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 我强忍着泪水,努力挤出笑容,告诉她我会好好照顾自己,看着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人群中,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,泪水夺况而出,不过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。 渐渐地,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充实和有意义,我也逐渐摆脱了老乡离开所带来的阴霾。 虽然我们分隔两地,但我知道她的关心和鼓励一直陪伴着我,成为我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。 如今,每当回想起老乡离开的那一刻,我依然会感到内心的失落和惆怅。 然而,这段经历也让我成为的少者和如只真心和真心,我知道自己需要永远地面对生活的电话,不断地追求梦想和成长。 而这一切,都离不开那些曾经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关心和支持的人,包括那位老乡。 尽管我们如今天各一方,但我知道她的祝福和期待一直伴随着我,我会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,让她为我感到骄傲。 而这份期待和鼓励,也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,成为我在夜场坚持下去的永恒动物。